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 关于魔物崛起和物与二的声音 以及我对这些现象的看法 这期影片可能会比较长 也基本都是自己的观点 如果有让你感到不适 绿茶先提前说声抱歉了 首先第一点要说明的就是 我对崛起有爱也有失望到 爱的话想必很多兄弟姐妹也是有目共睹了 就拿游玩时数来举例吧 我在神火村已经干了540小时 加上进村之前的试玩版 已经有超过670多小时的欢乐时光了 与我在MHGU的590小时大致相当 就算是与我在PC版世界冰原的1612小时相比 也不算少了 毕竟世界冰原是19年玩到现在了 崛起才三个多月 说这些就是想说明一点 纵使有一些失望 崛起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欢乐 这个游玩时数对我个人来说 也是其他游戏难以达到的 但是啊 但是 崛起也有很多让我失望的点 或者说是希望它做得更好的点 一个是1.0 2.0 3.0的拆分和配比问题 首先拆分就有点奇怪啊 游戏发售时的1.0版 在剧情方面戛然而止 后续的2.0更新算是丰富吧 但下个月的3.0内容配比严重失衡 而且结局在我个人看来也是交代的不清不楚啊 有一种剧情代入感几乎没有 人物刻画也很扁平的感觉 这与我在发售前对崛起的期待有些落差 不过这个点对于相当一部分玩家也许不太重要 毕竟很多猎友会更看重狩猎本身的乐趣 轻量化剧情和NPC这些都不是事儿 但不得不说结局在发售第三个月才出 也算是吊足大家胃口了 结果看来呢 个人还是觉得有些草率了 第二个点是 对于所谓硬核玩家或是深度玩家 有些没照顾好 也就是后期持续可玩性不足 我是世界入坑的 而世界有栗战系统 可以在破关后持续刷猪子 后来在冰原的空窗期又入坑了GU 而GU有二名系统来给到后期持续的挑战 崛起就有点可惜了 虽说有类似二名的首领魔物 可是讨伐后没有特殊奖励 更没有专属的武器装备 这就让大家少了很多持续浓素材的动力了 另外3.0后每周更新的活动任务也缺乏心意 基本就是同样的任务 换一个地图场景 然后奖励也是贴图或动作居多 我觉得至少可以来点有趣的魔物组合 比如狩猎大小精雷狼龙 或者把魔物的血量和攻击力上调 就像最近的活动霞龙 这成本应该不会太高 却能多少丰富一下持续可玩性和挑战性 希望日后像这次加强版霞龙的活动任务能多来点 不过虽说对于崛起的某些点有失望 但我还是想说崛起本体是个好游戏 而一味的将其与过去完全体的世界冰原和GU比较的话 实在是对崛起和崛起制作团队太不公平了 世界冰原画上句号的时候 已经经历了数年的更新 累积了一个大型付费DLC冰原 还有无数的诸如炫灰龙 明赤龙 黑龙 这样的更新 以及各种联动任务 比如贝西摩斯 而GU就更不用说了 本身就是一个粉丝项的大礼包 囊括了前作几乎所有的内容 KRES才刚刚开始三个多月 三个月是什么概念 世界PS版是18年1月中旬发售 9月初才出的恐暴龙更新 11月初才有的炫灰龙 也就是从发售到第一个回炉爆肝的渣渣灰 隔了近十个月 期间PC版都在8月初发售了 这么一想崛起是不是也是未来可期呢 只是再多给它一些时间就好了嘛 所以总结一下 崛起的活动任确实令我失望 有明显可以做的更好的点 但崛起的潜力也还很大 毕竟未来还会有机位资料片 以及一系列的中大型更新 说句未来可期应该是问题不大吧 第三 退一万步讲 就算崛起没有做好 不是个好游戏 那么没做好也不能代表没有用心做吧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其实很多想做好的事情 最终没能如愿做好 也是人之常情嘛 况且在疫情的大背景下 他们也许也有苦衷嘛 就比如顿斧确实令我感到手感迷惑 我个人世界冰原家GU用的最多的就是顿斧了 而在Rice我的顿斧使用率直接垫底 可要是因此让我忽略 崛起在众多方面做的创新 以及在Switch机能的种种限制下 做到如此畅快的狩猎体验 让我说出崛起是个没用心做的游戏 我做不到 我说不出这话来 也跟我花的这600多小时自相矛盾 所以其实崛起令人失望了 玩家们肯定是受影响了 但我既是玩家 同时也是一个创作者嘛 对我的影响其实更大 崛起内容少 能创作的内容也就少了 但无关热度 我还是在做武器教学或其他崛起影片 希望能帮助到 想在后期尝试不同武器的兄弟姐妹们 也是我对这款游戏乃至这个系列 真挚的爱的表现吧 而最近 老卡星座《牟猎人物语2》即将发售 有一些人把对崛起的失望归咎于物语 从而开始宣扬抵制物语的言论 我做这期影片就是针对此现象 为崛起和物语的玩家以及自己发声 想要呼吁大家冷静下来 理性思考一下 然后再做出你的选择 不要被声浪和情绪裹挟 下面我想针对我看到的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 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说法 崛起为物语铺路 或者说物语占用了崛起的资源 所以怪物语 这个逻辑的起点首先就存疑 这无非就是在说老卡把绝大部分资源 配置在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魔物衍生游戏上 而不把资源给魔物正传作品崛起 当然我不是三太子 我没办法验证这个说法 但这首先就不符合我的常识 在我看来是自费武功 并且从之前的经验来看 XXGU成功吗成功 世界冰原成功吗成功 物语一貌似不太成功 那么假如你是三太子 你会怎么配置资源呢 所以说物语才是亲儿子的也是一个道理 当然很多朋友就是单纯调侃 这个也无可厚非 我也会一笑置之 但如果是有心拉踩崛起的话 我想说其实崛起才是正传 而物语是为了拓圈 正传是魔物这个IP的核心品牌价值 而物语作为衍生游戏 可以吸引更多休闲玩家 或是喜欢RPG类型的玩家 加入到魔物大家庭 毕竟正传的门槛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高的 有很多新玩家加入魔物 被魔物这个IP吸引 一来可以壮大我们的猎友群体 二来可以让魔物团队赚到钱 有更多资源来做更新或开发新作品 我们又可以打猎打更爽了 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市场上不只有魔物这一个IP 真的有必要为了推出一个作品 而让自家的另一个作品变差吗 这种说法就好像在把物语和崛起 变成零和博弈的关系 就是市场上只有物语和崛起在竞争 并且蛋糕就那么大 物语吃的多了 崛起就得吃的少 但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呀 不管谁是亲儿子谁不是 那都是老卡引以为傲的作品啊 他们同时都要和别的公司 别的IP竞争啊 就比如说我开了这家饭店 招牌菜是卤肉饭 大部分客人也都爱吃 然后我为了推广我新研发的三杯鸡 会刻意把卤肉饭做难吃吗 或者干脆不做卤肉饭吗 我觉得不会吧 所以本质上 崛起和物语是相辅相成 互相成就的关系 往往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所以抵制或者无脑黑物语2 不会为崛起带来好处的 而且我发现 很多人只是在把对崛起的失望情绪 发泄到物语身上 这点也很不公平啊 首先负责崛起和物语的是两个制作团队 在物语还没发售仅有试玩版的时候 就这样倾倒负面的情绪 这对物语团队的劳动成果也太不尊重了 我们再退一步看看 世界当时可没有要为物语让录这一说啊 18年1月中PS发售嘛 9月初才有的恐暴龙 11月初配信炫灰龙 11月底才有炎飞龙 之前炎王龙也是单身的啊 12月底再有的超爽联动 贝希摩斯 所以说是物语挡道了吗 这么看来未必吧 即使是从PC版发售到炫灰龙 也有足足三个月了 而现在NS版应该对应当时首发的PS版 所以老卡可能是研究了前作的在线率 把物语2安排在了崛起空窗期的时候 那其实是让大家还能有魔物玩 如果实在不想玩的话 玩其他游戏就好了 当时世界的空窗期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怎么多了一个游戏 反而还要抵制了 我猜很多列友也许是被情绪裹挟了 没有冷静下来看待物语2与崛起的关系 所以希望大家冷静一下 崛起和物语的未来同样值得期待 因此个人觉得资源配置全在物语 崛起被放弃这点根本经不起推敲 OK 第二种言论是 认为罢买物语能敦促老卡更新崛起 首先从制作层面上 物语和崛起是两个团队 假如这些人的抵制真的影响到物语的销量 然后你是老卡 发现物语的销量差 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大概率会是物语没做好吧 而不会一下子想到是崛起的问题吧 第二游戏的制作与宣发 也是不同的团队在负责 我们作为玩家可以发声 也应该勇敢发声表达我们的失望 但是要对症下药嘛 让卡表知道我们具体对哪一环有意见嘛 像我个人觉得 对崛起的失望大多来自于宣发团队 而不是崛起的制作团队 更不是物语的制作团队 所以抵制物语真的能有效传递我们的声音吗 我个人觉得不能 反而会令卡表困惑 第三崛起的钱已经付了 实在觉得崛起值不回票价 不满意 可以跟卡表抗议加要求退钱 加卸载游戏 对吧 这种说法虽说稍显激烈 但也没什么毛病 我也蕊斯败 而且我们在要求的是卡表的售后服务嘛 根本的不满是在于免费更新 比前作有退步嘛 当然我完全不鼓励抵制崛起 也完全不会去抵制崛起 但如果有一部分人非要抵制的话 可以抵制崛起的DLC和未来的机位收费资料篇嘛 抵制物语算怎么回事嘛 所以说罢买物语能敦促老卡免费更新崛起这点 不单达不到目的 反而给我一种又当又立的感觉 因为在我看来 对这部分人来说 明明抵制崛起或针对崛起发生更有效 却要来抵制物语 我严重怀疑这部分人里 很多对RPG游戏根本不感兴趣 属于无成本抵制 就是本来也不会玩 然后再把对崛起的失望发泄到物语上 OK 第三种言论 回合制不算魔物猎人 这种话在我看来就比较廉价了 我先反问一个问题 正传是不做了吗 如果说因为做回合制RPG的魔物 正传干脆就不做了 以后打猎就只能回合制了 那我也大概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但所谓的衍生作品 就是为了拓展玩家群体嘛 把物语和正传做的一样 反而就没有意义了嘛 接下来第四种言论 绿茶是护航仔 绿茶收卡普工钱 那我想说卡表听到这些朋友的呼声了嘛 快给我打钱 我是创作者 但我更是一个玩家 是魔物的真爱粉 所以我当然终极之期待 能有机会和老卡合作 这也算是我的目标之一吧 而且就算我和老卡有商业合作 我也不觉得可耻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赢得的商业合作 能够被尊重 其实目前为止 我有收到一些邀约吧 但我还没有接过任何商业 因为我对频道的内容有要求 对我可能推荐的产品也想负责任 因此商业合作也会吃掉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吧 这也是频道发展和我持续为大家呈现优质影片的助力吧 那么第五种言论 用模拟器不让老卡赚到钱 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让人无语的言论 这种说白了 就是又要享受制作团队的劳动成果 又不想花钱 不过到此为止也是人性使然 人非圣贤嘛 虽然我自己不会这样做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而我不能接受的是 这部分人利用大家对崛起的不满情绪 把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合理化 甚至正义化 我个人觉得这是最无法接受 也最不能助长的言论 第六种言论是 在物语的内容下面拉踩崛起加抵制物语 并且认为自己没有影响别人 只是自己在抵制 那么首先人家创作者的内容 就只是单纯表示喜欢物语 或者期待物语 然后有些人跑去做一些很负面的评论 这本身没啥 大家都有言论自由 你在哪里评论 在哪里发言 也是你的自由 但要是还冠冕堂皇 觉得这种言论没有影响喜欢物语的人的心情 这我就表示不理解也不认同了 其实很多这类言论实际上就是隐形的绑架呀 言下之意就是 自己不玩别人也不要玩 好像在说你买物语 喜欢物语就是在伤害崛起的玩家 就是在助纣为虐 让卡表堕落成不顾玩家体验的无良公司 尤其是创作者 如果宣扬和助长这种言论的话 会放大这个绑架的影响 言论自由是没有错 但互相尊重也很重要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有人营造一种 不买物语就是白魔物系列 不玩物语的就不配做猎人的氛围 然后跟你强行推销物语 你会不会反感呢 至少我会吧 这不就是拿对魔物的爱来绑架别人吗 道理都是差不多的 第七种言论或者叫现象吧 是有些人觉得抵制是正义之师 在做正义的事情 那么我想说喜欢与否是很个人很主观的判断 没有对错更没有正义与否 把抵制视为正义 把喜欢物语视为护航 这种行为其实是基于某个群体认同的绑架和霸凌 不过我觉得也有一部分列友是暂时不够冷静了 所以被带进了这股风向之中 这部分兄弟很可能是有一个为魔物好的初衷 却无意中做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事情 真心希望大家冷静看待崛起和物语 理性思考过后再做决定 若是如此 不论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 我都会尊重 也欢迎大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多多分享与交流 至于第八种言论 就是直接人身攻击了 我只能对这部分人说 请学会尊重 这种言论才是真正需要被抵制的 那么总的来说 我认为兄弟姐妹们 可以自由表达对崛起的失望 或是理性的给予建议 这样的反馈也是最有效的 毕竟让制作团队伤心 并不能让他们更有回馈玩家的动力 让他们的劳动成果 在被尊重的基础上 提出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才是比较高效率的选择不是吗 再者 抵制物语二在我看来 不合理 也不值得提倡 如果说你真是魔物这个大家庭 把诸位列友视为一个社群 一个团体的话 至少我是这样的 那么新玩家 或者是很多休闲玩家 看到这些利器很重的言论 他们会怎么想 我相信是会很劝退的 在跟很多休闲玩家交流后 也发现 确实如此 新玩家们会误以为 魔物社区的氛围很紧张 会不敢发言 不敢发问 甚至在看完之后 都不想入坑魔物系列了 毕竟玩个游戏而已嘛 为什么要力气那么重呢 另外再补充一点 有些人觉得 物语的200多只魔物太过丰富 后续更新也有新魔物出来 而崛起才几十只 老卡根本就是偏新 其实呢 崛起和物语根本就是两种类型的游戏 物语反而是跟Pokemon比较类似 多加一只魔物所需的成本 远低于崛起 或者说物语这类游戏 需要想方设法多堆点魔物 比如 Pokemon的全图件 动不动就是大几百只 所以星怪方面 不论是崛起还是物语 都会有的 不要急于去拿 还没发售的物语RPG 去跟动作类的崛起比较 这属实没啥必要 所以最后的最后 我想说 不论你买或不买物语 我都尊重 不买也完全是自己的权利 但希望大家买与不买物语2 是基于自己对游戏的喜好 而不是因为所谓抵制 或是要敦促崛起更新 这样没有意义 到头来也都是自己的损失 如果看完这期影片 还是想抵制物语2 也请自便 但我的频道 不再欢迎宣扬抵制的言论 绿茶的频道 以往几乎不删评论 但这次会删 原因是 对热爱和想入坑物语的玩家 实在是不公平 不想再继续影响他们的心情 我也想对魔物大家庭的环境 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并且我以上所有的观点 都是对事不对人 每个人都会有上头的时候 包括我 真心希望魔物群体 少一些力气和纷争 多一些理性与尊重 大家归根究底 都是利益共同体嘛 都是希望魔物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也能有更多的魔物作品玩 但也希望各位给崛起一些时间 给物语多一些包容 相信在未来 他们会齐头并进 越来越好的 谢谢大家支持 我是绿茶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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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